一半麻黄用一半麻黄糖用一半 两个厨房混在一起 这里还有一个重点呢 这个 这个森碧亚 为什么 因为它不得小汗出 我们拿个管子给诸位 做个例子 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 这个这个吸管放到水里面去 我手指头呢按到这个吸管的头 拿起来水是不是在里面 那如果一放开 那个水要出来的话 一放开水就下出来了 因为这个物理的原则是这样子 中药为什么要要发表 你发表一发表的时候 毛孔一开开 小便就排出来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利尿剂 不管病人是水肿 排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用发汗的方法 你要去发汗 一定要性很热才会发汗吧 药如果不热 药如果不热 那汗怎么会出得来 那我们要有层次上的热 比如说我们用的最热的药 比如说我们硫磺很热很热 对不对 硫磺有毒 硫磺没有毒啊 是因为汗很热 吃下去很热 你如果没事 你吃个硫磺看看 吃完以后 你就穿那一颗往街上跑 你去裸奔 台湾在六秒是不是 你跑到街上去 你不冷啊 天气再来你不冷啊 为什么 因为硫磺很热 那所以说过去我们用硫磺来 消水种 做得很快 变成水种很厉害 一系下去水整个消掉了 这就消掉了 那当然没有必要用的那么强 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嘛 不需要用的那么强 我们用中热的药 所谓温性的药 像麻黄呢 心肝是温性的药 那吃下去了以后 用麻黄桂枝各半堂 我们力量把它发一点表汗 得小汗 小汗一出来以后 小便就排出来了 就是 这个我们为什么用这个 处方 主要的依据呢 就是身臂痒 汗呢 要 发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把汗发出来 有的时候要汗 没有办法 要没有办法把汗 完全透发出来的时候 这个汗已经到了皮肤表面 但是没有办法 离开皮肤表面 停在皮肤下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皮肤就会 全身就会痒 好 那你那你当医生的很简单 你就看他 老师那个人 皮肤病也会痒啊 那这个怎么区分 你把他皮肤拿起来看嘛 皮肤都好好的啊 他没有什么皮肤病啊 那会怎么痒 就是汗没有透发 好 这时候我们把 这个桂枝麻黄各半堂 好 让他发透一下 就发一点汗就好了 好 发一点 所以看这个处方 也可以看到一些蛛织马迹 好 这个一两十六株 这个是不是 猪就是说你去拿 柜子一颗一颗的 那么没有的好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单位 以前我猜以前的 钱啊 客啊现在的公分啊 离啊 怎么样 诸如此类的 那可能是一两 好多少 那不是租租二两就对了 好 但是两个是 一样的量 有没有 好麻黄一两曲节 麻黄为什么要去节 麻黄呢 麻黃的生才是發汗的 那桂枝和最主要是桂枝麻黃兩個是量是相等的 如果你把它麻黃杏仁 桂枝 甘草 這四味要放在一起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後面會介紹的麻黃湯 那桂枝 白燒 生薑 甘草 紅棗 這是我們的桂枝湯 所以桂枝麻黃各半湯就是你要桂枝湯呢 在裡面加上麻黃跟杏仁 就已經是桂枝麻黃各半湯 所謂各半就是麻黃和桂枝的劑量相等 那這個水呢為什麼先去煮麻黃煮一下 可能張仲錡當年就發現到了安非他命 麻黃先煮一下 把麻黃上面去掉 泡沫要去掉 那是很毒 人吃的味很亢奮 這個時候在去掉以後再把其他藥放進去煮 所以麻黃一般來說所有的我們在張仲錡用的時候 一定先煮麻黃 煮過以後再把上面去掉一些藥末 然後我們再把其他藥放進去煮 你看他寫的 煮取了一生八合 變成我們把災去掉以後 殘渣去掉以後溫服六 一生八合變成十八合 變成六不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我們組成的話分成三碗來喝 分成三碗來喝 所以我們常常在使用的時候都用三碗 為什麼要用三碗 我最常用的是九碗煮成三碗 因為三碗的時候有一個好處在哪裡 你那個九碗下去煮的時候 你一次把它煮完 劑量看得比較大 一次煮完的時候 第一個你省了很多時間嘛 同樣是煮對不對 第二個呢 它你花一點多點時間煮的時候 藥力比較強在裡面 那所以我常常 我們習慣留三碗下來 先喝一碗 至內科病的時候 我們讓它先喝低 早上一碗 晚上一碗 另外一碗隔天再喝 那如果是這表證 我們拿它發汗的時候 三小時一碗 三小時一碗 你吃了第一碗沒有發汗 三小時以後再吃第二碗 吃了第二碗還沒有發汗 再吃第三碗 一般來說第二碗 嚴重的話第二碗就發汗了 那劑量的時候 我剛剛講過 劑量的時候你開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這個人 你不敢開 你開了 櫃子開兩千 白草開兩千 生薑兩片 你煮完以後給它吃 你說煮成三碗喝 他喝完三碗一點汗都沒有 代表你的劑量太輕了 太輕了 那你就加重上去 一般來說我是不客氣的 因為我知道 你流汗流胎 都加點泡芙子 一般救回來 五千 白草五千 因為五千你煮成三碗的話 一碗不過是一千多 喝一碗流汗了 第二碗就不用喝了 原因是這樣子 那從來沒有說 喝了出事 出事 那至於剛剛那個九克病 有沒有九克病 如果得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一些藥在 處方在裡面 保護胃 那即使你跪姿下去都可以 都不會造成 病人會有吐血 什麼現象 吐加也不會 好 那 這個 這個條辯呢 會是麻煩一湯 我們會有一個 得到一個心得 就是這個汗 這個汗 非常重要 我們在治病上面 我舉例給你聽 比如說我們治療腎臟病 腎臟病的時候 中醫是腎是水 乾是木 五欲嘛 心是火 心是火 好 當我們治療腎水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治療心火 再去治療肺 經 然後腎的功能就會 慢慢就會回復 這是我們治症對不對 好 就我們在那個張仲敬說 肝有病的時候 我們先去治癖 對不對 再去治症 是不是 肝的功能就會回復 然後張仲敬說 依此類推 這就是依此類推 我們知道腎臟 我們先去治心臟 好 再去治肺臟 腎的功能就會回來 我們腎臟的汗 是心液 心脂液 所以 當心臟功能很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病人排汗的 正常與否 來決定心臟功能好不好 所以腎臟有問題的時候 你那個病人 你問他你會不會流汗 他不會流汗 他在運動再怎麼樣 走 當然沒辦法走十公里 病人已經很虛了 走了一邁兩邁 一點汗都沒有 運動 天氣再熱怎麼樣 就是不出汗 代表他心臟功能沒有恢復 那我們這個 所以汗很重要 所以正常人一定會流汗 流汗 那看你的情形 不是說坐在那邊沒事幹 那邊看電視 猛在裡面流汗 你流什麼汗 那是虛汗嘛 一定是運動過以後 才會流汗 那我們治療 治症的時候 心臟功能一回復 病人都是在流汗 一運動就流汗 流汗好舒服喔 汗流越多 水腫就消得越大 因為那個 比我剛剛不是講到水管 消便率越來越多 就會回復正常 那這個地方就是取汗的方法 那貴姿和麻黃 兩個併用在一起 好 得汗 這個方子啊 諸位到時候記一下 待會我們介紹後面商函 介紹麻黃堂的時候 我還會回來再講這個方子 給諸位聽 好 這個商函論第27個條片 太陽病呢 你剛開始 你給他櫃子湯 吃下去 結果呢 他沒有 並沒有完全好 沒有去 結果病人說 煩躁 櫃子湯症還是在裡面 這個時候 我們用針酒 吃他的風質豐富 回頭再給櫃子湯 好 他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這個 針酒啊 這個可以通關活絡 這個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好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這個是一種太陽陣的一種 特殊的情形 一般來說 我們吃櫃子湯就解掉了 好 那櫃子湯下去的時候 病人煩不解 代表說 還是有風寒風虎 這是我們風 我們風進來的地方 好 代表說 這個櫃子的湯 力量下去以後 那 也不是說 藥力不夠強 那 而是病人還有其他的問題在裡面 好 其他的問題 那你這個 脖子這個地方呢 受風寒是最嚴重的地方 汗水很多 好 那身上流汗啊 身上有汗啊 但是還是沒有完全好 沒有完全好 這個時候我們知道 汗水是停在風池風虎 因為這個就是風 進來的地方 我們下針了以後呢 這個 這個部分就會完全恢復 所以這個 這個條片講的只是說 其他身體之症症 症狀 噩風啊 發 都都好了 但是還是 有 一點點沒有完全 去除 去除掉 就是 大部分都好了 就是還有一點 根流在這邊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爭 它的風池風虎 好 所以這個條片只是告訴你 風池和風虎 就是我們當初受風的地方 好 太陽中風的地方 好 所以諸位呢 有個風很大 或者怎麼樣去哪裡 脖子要遮好 好 脖子要蓋好 二十八條 如果吃桂枝湯 沒有出汗 那反而變宏大的 好 再給桂枝湯 那 如果 出現了忽冷忽熱 隔日再發 汗粗必減 好 桂枝耳麻黃 之位 如果說 當你看到 桂枝湯 桂枝 桂枝我們用了二 麻黃用到一的時候 桂枝的劑量 比麻黃多的時候 一定病人是 熱多寒少 病人感覺到冷的時間 比較短 好 可能十分鐘五分鐘 十分鐘就冷了 現在也沒了 可能有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再發熱 所以 二十八條 當你出現 病人感覺 熱多 寒少的時候 只會用 桂枝二 麻黃一湯 好 那你同樣的 你如果出現 熱很多很多 寒只有一點點 你麻黃就減量 桂枝去增加 這個桂枝量 你可以自己調整的意思 調整的意思 好 各位看這個 桂枝二麻黃一湯的 這個 好 處方 這裡沒有沒有那個處方 OK 桂枝麻黃各半湯 OK 沒有沒有這個處方 那桂枝的量 會比麻黃加重 注意看書上 好 這個 這個 桂枝呢 一兩七 一兩十七柱 我們如果以三千來說的話 白勺也是兩千 白勺量 比桂枝少一點 好 那麻黃呢 打他當成一千 三二一的比例 三二一的比例 好 信仁是三千 平常我開這個處方的時候 我們桂枝三 好 白勺二 好 白勺二 麻黃是一千 那你如果說桂枝和白勺是等量 一樣可以 這個倒不必說很精心計較 好 因為這個 這個處方呢 這個 用的時間 不多 好 但是你要知道 好要知道 那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麻黃一 都是中風和傷寒 同時有這個現象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會使用它 好 那劑量的大小 這位可以做調整 好 那張仲錦原則只有 桂枝麻黃各一半 或者是桂枝二麻黃一 好 並沒有桂枝三麻黃一 這種現象 好 那這邊一樣 只要用到麻黃二後 麻黃先組 好先組一下 善和論呢 第29條 就是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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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太陽陣沒有治好的時候 它會進入陽明,並會進入陽明 進入陽明的時候分兩種 第一種呢 注意記得逆行是病態 如果是順氣,六氣是順的話正常態 現在它到這種 當太陽陣沒有好的時候 它會進入陽明 一種可能是進入陽明 還有一種可能是進入邵陽 當進入邵陽以後呢 邵陽在這邊 才會有機會進入太陽、邵陽和絕陰 如果進入陽明的時候 會分兩種情形 一種呢 我們稱為白虎 一種我們稱為陳氣 陳氣 那這個陳氣跟白虎呢 我們怎麼樣子去看它 陽明陣呢 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熱在經上面 一種是熱在腐上面 不管是哪一種 陽明陣是 基本上的大原則就是淡熱不寒 在陽明陣的時候 只出現熱症 完全沒有寒症 所以你看到病人一派熱症 你問他口可不可 喝熱水冷水 喝到最冰的熱症 那 精熱 那如果是腐熱 腐熱講的是塵氣 我們講的是塵氣 就是大便獨到 大便獨到 那我們當然有大小塵氣 有調味塵氣 大塵氣、小塵氣 要很多 那陽明分的這兩種 所以如果是 純熱症出現的時候 病人大渴 造渴 壯熱 發高燒 壯熱 精液不夠 那時候喝水的時候喝 一直喝 小便一直排 沒有辦法止渴 這是陽明的精熱 那輔熱呢 就講的是 腸胃裡面的便秘 獨到 那不管是精熱 和輔熱 我們指這個無死症 應該不會死人的 現在有死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用白虎 也不知道用塵氣 死掉了 可以不死的 你知道嗎 無死症 沒有死症才對的 那如果遇到精熱的話 就是白虎 白虎講的就是石膏 輔熱講的就是塵氣 我們後面 剛剛介紹大小神器 怎麼樣是辯證 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用大神器 什麼時候用小神器 這裡還沒有提到 這裡的主方呢 講的是29 如果吃桂枝湯 大汗出了以後呢 大凡可不解 賣紅大子 白虎湯 白虎加人生湯 這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並不是說 因為你說下去以後 白虎湯 這個病人原來是太陽中風啊 吃了桂枝湯 吃完以後呢 哎呀 汗發太多了 變成白虎湯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剛好六天走完 你正在吃的時候 病人已經轉入白虎了 轉入白虎湯的時候 你還沒有發現到 你病人 桂枝湯喝下去啊 就還是出現白虎湯 只是說 桂枝湯吃的太慢了而已 並不是說 你醫生開放開壞了 而是病人來的時候 正在轉變白虎的時候 碰到裡面 你一處方 桂枝湯下去 他第二天被白虎湯症 好 所以桂枝湯你喝多了 即使你流汗流多了 也不會變白虎湯 你流汗流多了 裡面 那個禮虛的時候 我們家裡泡芙子就好啦 好 那這個是 好 轉變成白虎湯 那如果是 主教症狀是 大凡渴不解 賣紅辣 那 如果說 你看到有人呢 跑來 老師這個大凡渴 你看他渴得很厲害 一直喝水 喝了半天還不能止渴 這看來很像糖尿病 是啊 這是糖尿病啊 可 正的時候 我在開石膏的時候 石膏 我起架就是一兩 誰給你什麼 五千啊 三千啊 八千 那五千三千八千 都是刷牙出口的 你根本止不了渴 一開就是上兩 我講的是 我們用白虎的時候 好 那 為什麼要用大忌的 因為 它是去熱 它去熱 你在去熱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白虎湯的時候 病人有撞熱 撞熱的時候 變成高燒 燒得很厲害啊 有的時候 小孩子發燒 或者病人發燒 你就看他 他全身燙的對不對 喝冷水 然後被子蓋到 他蓋到被子不放 惡寒啊 這不是白虎湯症啊 所謂惡熱 就是撞熱的 把被子都踢掉 不能蓋東西 全部是一派熱症 才是 白虎湯症 對不對 你如果給他被子蓋上去 他開始踢啊 怎麼樣 他是 你確定是白虎湯 你可以再試一下 有的時候病人 不講話啦 不進腦 因為太高熱一下 病人會沾雨 胡言亂語 講不清楚 那你問他也問不出來 你可以看他的動作 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麼一個旺 不是說一定要旺他的顏色怎麼樣 你看他一些動作 就是common sense 他現在踢被子的 已經要蓋 被子都蓋不住 你還說你怕冷嗎 你還是問這個問題 對不對 人家已經告訴我 我回答你了 踢被子的 白虎 白虎湯裡面呢 各位看白虎湯是廚房 白虎加人参湯呢 裡面有枝母 石膏 這個 乾草 跟米 這個石膏呢 我們為什麼要用棉布包起來 因為石膏是 像石類的白粉一樣 煮下去後 黏答答的跑出來 好像那個 就是石灰 就是我們平常互相的石灰 然後你把它弄點水 黏黏答答的對不對 湯要的 倒不出來 因為黏黏的倒出來 白白 撲起來 很黏稠 所以你要用棉布把它包起來 這樣堵出來以後 湯才會吸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要用梗米 好 我一再跟諸位講 在 中醫的 觀念裡面 中醫呢 認為說 飲水 入味 水到了味裡面之後 為了火 就會把水氣化掉 因為你喝的是水 你如果是食物入味 好 味煮絕了以後呢 到小腸去 小腸 那小腸是火啊 本來就是像火 所以小腸會把食物消化掉 這個食物的殘渣 再進入大腸 大腸 那裡面有 大腸裡面有水和殘渣 小腸的火在下面燒 水在上面走 這個水氣化掉以後 回到肺裡面 這個水才能夠止渴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這個白虎 白虎湯 跟白虎 人参湯 什麼時候會用到人参 這個廚房在那邊 有人参 就會看這個圖 當飲食入味以後 到了小腸 小腸把它消化掉以後 只有食物的殘渣 跟水進入大腸 小腸的火在下面燒 大腸的水在上面 水氣化掉 所以中醫的身體 跟西醫這個地方是一樣的 西醫說大腸把水吸收掉 只是中醫認為說 大腸沒有那麼聰明嘛 你吃豬大腸吃完 大腸那麼厲害 光吸收水不吸收殘渣 為什麼 原因就是火在下面燒 所以水是氣化上去的 中醫講氣 氣化上去以後 從大腸進入肺 再從肺 到我們的皮膚表面 到我們的喉嚨 好 經驗就回頭 所以說 後面的說 你看他在這個 處方裡面的時候 張仲菌在用白虎湯的時候 有加什麼 加這個梗米 就是糯米 甜的這個米 好 這個好像是煮稀飯一樣 是不是煮稀飯一樣 就是有食物在裡面 食物在裡面的以後 這個水就有辦法進入我們的 這個水的循環系統 所以你如果這種狀況 你如果只是喝水 口渴去喝水的話 絕對沒有辦法 把這個口渴止掉 沒有辦法口渴 所以喝下去就去氣化掉 喝下去就去氣化掉 結果又喝口 嘴巴還是渴的 好 加人參的食肌呢 好 張仲菌在金方裡面用的 最強的 補陰的藥 就是 用到人參到頂了 人參是到頂了 最強的 那會使用到人參 因為病人 他就認為說 病人經驗 傷得很重 經傷得很重 才會用到人參 所以一定是 大汗不止 大凡渴 你看 大汗出口 大凡渴不解 口渴不能解 這個時候 我們就人參下去 把他的經驗補回去 否則平常他不會使用的 不會使用的 那如果說 今天我們不用人參 遇到一個病人 發高熱 發高燒 全身是淡熱不寒 發高燒 大便很正常 我們知道他是白虎湯 因為為什麼 因為淡熱 你問他怕不怕冷 不怕 風吹的難不難過 不難過 風吹多點 還很舒服 為什麼 因為他很熱 也沒有二汗 那發高燒 大便很正常 這個時候 我們用 不需要人參 光是白虎湯 一激下去 就可以 把這個燒退掉 好燒退掉 那 裡面的脂母呢 各位看 我們一般來說 這個石膏 我最常使用的鼠方的時候 我石膏用一兩 脂母大概 四錢五錢的計量就夠了 四錢五錢的計量 好 那這個鎮甘草 好 兩錢啊三錢 好自過 好 這個 這個鎮米呢 你不要放太多 它太多煮成乾飯了 因為那個 湯都吸收掉了嘛 好 所以你這個六合 你不要放六碗下去啊 好 差不多兩錢三錢就可以了 好 不要把它真的 那個煮成乾飯 那怎麼吃 好 你看 它煮米熟湯成 去殘渣 喝的是湯汁 看到沒有 好 所以是很稀的稀飯 好 白骨湯用的非常多 好 所以我們石膏 因為石膏的顏色是白色的 好 我們用一名白虎 好 這個三十頁 第三十條 抱歉好 第三十頁 這裡呢 太陽病發著惡寒 熱多寒少 煩躁賣為弱者 此無陽也 好 不可以發汗 好 這個 諸位記得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跟諸位講 商討論裡面講的陽聖 還有陰聖 還有亡陽跟亡陰 這個 好 陽沒有了 我們怎麼知道還陽沒有呢 好 發熱惡寒 你熱多寒少 陽在的時候 這種熱多寒少呢 好 是 陽往外走 好 陽往外走 那裡面陽不夠了 所以說你看到是熱多寒少 病人會有煩躁的現象 這位記得 生病 最怕就是煩躁